冬天也是吃锅的季节 而台北市卫生局特别针对市面上 以及火锅餐饮店55件火锅料来进行抽验 结果知名火锅店像是海底捞老四川等等 被查出总共有5件不合格 当中也包含了像是青菜农药残留量超标 也有豆腐被查出不得验出的防腐剂 卫生局将会要求业者下架并且开发 气温越来越低火锅店生意越来越旺 民众吃下肚的火锅料和青菜到底安不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市售以及餐饮店火锅料进行抽验 结果55件中有5件不合格 还查出在豆腐中有不得验出的防腐剂 公布名单中知名火锅连锁店像是海底捞老四川等店 都被验出不合规定的品项 青江菜青葱白萝卜和原醉都被验出农药含流量超标 卫生局将通知厂商将商品下架 并针对供货源头开罚最高可罚2亿元 另一家从环南市场进豆腐的火锅店 则被验出不可用于豆腐剂的防腐剂 本甲酸同样也开罚 本甲酸其实它是毒性是不高啦 就是说一般民众我们吃到 吃到我们加工时有本甲酸的话 大概很快啦 在一天之内几个小时内 就可以从尿一种把它排除掉 就可以代谢掉 肝功能不好含有本甲酸的加工时 就要尽量少吃 在孩童也会增加一些过动而的风险 毒物专家提醒虽然本甲酸是合法可使用的食品添加物 但由于本甲酸要经由肝脏代谢排出 因此过量摄取肝功能不好的人 会增加肝脏负担 以及增加孩童的过动风险 民众吃锅为健康把关都得留意 接着去陈建国台北报道